我在做薯片 我只知道Chuckerman是鐵加曼 準備了 1 2 3 好 玩具TV 第21季第26集 剛剛玩完 我們繼續一些男子汗熱血小小的產品 真的很熱血 有血有淚有戰損 產品沒有 你被他刺傷 沒有 我就有戰損 但他就沒有 不知道會不會有戰損 你說說一套 這個主角也算是 拍得住《珠星丹》那樣慘 真是淒涼 從小時候很不喜歡看 很悲哀 所以現在這個時候看 你會感受到D-boy的無奈 是可以的 好 我們不講太多其他東西 直接講回 Robot 出完這個Tekman 自然他弟弟也會出賣 Tekman Evil 就是這隻 很沉實 他配合Tekman本身的 陰暗的版本 對 很深刻 很暗 很暗 好像DC一樣 這個盒子 這個盒子 都蠻薄的 他把所有東西 都放進去 對 比較濃縮 所以這個盒子的尺寸 跟一般平時你玩 開千夕年的這個模 就差很大距離 因為平時那些是 超大的盒子 超厚的 所以這個版本 比較Slim 不好意思 我差遠一點 同樣地 千夕年 我沒什麼機會介紹 我相信都 Halo Infinity 剛剛其實千夕年 都出了這個 1000Toyce 對了 那隻叫 死了 Halo 那部裝甲服叫什麼名字 我忘記了 Master Chief Master Chief 這個Generation Six 很高質 我多推介朋友 如果喜歡玩Halo 這隻1比12 真的要必入 講完 繼續吧 玩了嗎?已經派了嗎? 我拿了 大佬時間的關係 是嗎? 盒子的背面 有些很有型的姿勢 有些不同的玩法 其實日系盒很多時候 都會有這種風格 是正的 你可以知道自己準備買什麼 時間的關係 但是我們就很快去開了盒 開了盒之後 首先 分開兩張 沒錯 說明書 是必須要看的 特別你玩千夕年的時候 是必須要看 我們來給一個大的說明書 大家看一下 在後面塞了一張小的說明書 它會提一下基本的玩法 有什麼地方可以動的技術 或者是怎樣去把一些建造裝插 另外它會跟進一張小的說明書 作用呢 其實主要就是補飛 沒錯 其實因為說明書 很多時候 我們有時間有錢的時候 就會印彩色 而你看到灰色的 就是通常去到差不多 買什麼入盒 有些東西欠了 我們就會補飛 但是它的內容也精美 也告訴你 有些東西是怎樣去裝 主要都是後面的 支架使用方法 以及一些配件的修訂 對 在這個時候 我們來看看盒子的內容 簡單、方便、清晰 對 劇中有什麼就有什麼 就有它的主體 然後雙頭劍的部分 十字旋風型的劍 哇 這個真棒 看到它用那時候 一飛出來的特效 如果它配上風位的特效 真的無限可擊 對 還有兩支刺 那兩支刺是怎樣用呢 待會我們就要演示一下 那手刺是總共有五對的 對 那是時候就看看主體 我又攝你一點點位 除了我盒子前面的配件之外 後面 我不可能有他的地台 對 就有一個地台 不要忘記了 對 我們都沒有什麼機會用就算 對 時間關係都要撕出來 沒錯 那我又看看主體 其實它的主體 這個設定 但其實它不是初淵宇設計 它是一個 一個經常一起工作 我突然記不起它 叫什麼名字 但是 經常和它一起去設計 例如 Pet Lever是一起工作 或者Tagerman也是有相關的工作 所以你會看到它很多 一些騎士的造型 面相 或者是一些扭曲線的方式 其實會和初淵宇有很多的設計 所以會有種雷同的感覺 即是要讚一讚 Robot 就著這個Tagerman出的series 它的曲線是美到一個點 它完全跟這個線稿 是不會有分別的出道 很厲害 甚至乎 例如大家有見過設定的話 其實它和原設 畢竟這套劇都幾十年前 原畫也很漂亮 是那個年代的原畫 真的很棒 其實如果你拿著設定去對話 其實千直連 無論上次的Tagerman 或者今次的Evil 也好 它在設定上 它自己收穫了很多東西 即是它原形師方面 會做了很多的改變 即是跟了現代的地方 因為以前很多 比較圓潤的地方 或者是有些線條 它會缺乏了 但是來到它現代的版本 其實你會看到它加了很多骨線 尖的部分 或者是一些肌肉的形狀在上面 所以它突化了一些東西之後 是挺漂亮的 我覺得它玩得出神入化的 反而是這個莫斯比達 它的電單車 有些喜歡的會很喜歡 有些不喜歡的看到 就覺得它完全脫離了原設 但我是屬於喜歡那一批 如果與時並進之下 其實因為很多人會做一些魔改的設定 但是千席鏈其實拿得很合到好處 因為有些人會不斷地在一些規格表面 去加黑線 令到它看起來很複雜 但是其實千席鏈去做 它會在本身的形狀上去做一些改變 而不是說我不斷地 無路地不斷加線加級 加線加級 就為之很複雜的東西 但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為何很多八、九十年代的東西 如今仍然如此經典 就是因為當時做動畫 是有限制不能做的太複雜 因為畫師還要 會死的 但是它們在用一些很簡單的細節之下 用很特別的線條去演繹了 它一款 即是那個年代的 代表性的作品的時候 我經常都覺得很厲害 好了,吹了很多其他東西 是時候就看了本體 本體剛才大概都說過 有位觀眾問一問 不好意思 OT 會不會有人入手 SHmonsterart哥斯達Otima 你懂貨 那隻漂亮 不過沒有人買 沒有人買 為什麼 你最重要的是 本身的角色 多不多人喜歡 本身其實那隻都不是便宜 當然 你問價錢和質素是成正比的 但是 都要取捨 好了 分回主題 外觀方面 我們就 剛才也看了 大概說了 比較肌肉線條的部分 千切連繹都做了自己的演繹 是時候 我們就快速地看看可動 可動的部分 其實也都這樣說 你不需要太擔心 比如說一些頭的可動 其實有很多朋友可能會覺得 他的領旁邊有兩個領 就會頂著頭 但是 你動的時候 就會發覺 雖然他很多尖角位 頭的側可動 大概是這樣 但是其實 一些前後的可動 例如 德頭抬頭 他本身在頸上 做了一個拆的關節 所以你會看到 抬頭的部分 是可以做到這樣 一些向前飛的動作 是完全 好像巨靈神 裝UFO之後 還可以向前看得到 除了這個 抬頭的關節 抬頭也不用擔心 但是 其實 雖然他本身就是這樣 那個關節已經很好了 但是他的頸 也可以再做一個 向上拔出去的活動 他加上下頸 他的頭也有更加誇張的 你連頭都可以抬到 真的 九十度 不是那麼多件玩具做到 九十度 很需求爆地的東西 就要做這些 但爆地 不需要向上惡 也會惡 也會惡 90度 神經病 抬頭的時候 你會看到 他這個部分 都很細心地 也拆了一件件 你就變成 自動地 做了翻開的狀態 首先 有位觀眾問 這隻宇宙有否上色 其實他 我看起來就像原色 再在上面加一層 Gloss Coating 應該是 所以大家看到 現在的效果 是Walker 靈靈射射 找一個手提射燈 射過去才有這麼亮的效果 如果我不射 這個就是一般效果 這個就是後製效果 其實我自己看 我會有少少疑惑 為什麼呢 你看到別面很光 但內部其實是 比較雅色一點 但你會看到 顏色的色系 是有少許區別的 我會覺得 他應該是有上色 但是一個 比較薄身的上色 所以 如果薄身上色 有時就會 看到有一種 比較透了圓膠色的感覺 但如果你問我 有沒有上色 我會覺得這些部分 是有上色的 紅色的部分 很多都有上色的 深色的我不敢說 但紅色當然是上色 而去到某些地方 其實你會看到 深色的部分 會選擇了 另一種 啡金屬色 在上面 例如 這些也是 有去選擇一些色 後面 手臂也有選擇色 但我會覺得 它有少少參半 類似這種灰色 其實你會看到 有些珠光粉色 在上面 我不敢完全回答 你 它有沒有上色 但我這樣看下去 應該是有薄噴在上面 另外 多謝金主 有位時興 RB82 謝謝 謝謝 多謝金主 頭部份 剛才也說完了 我們在這時候 看看肩膀 肩膀跟以往一樣 它是一個波頭 有一個圈對著 肩膀的可動上 不算很精彩 以它以往做到的 其實這個不算很精彩 上效會比較好 肩膀本身的設計 又是有少少撞甲 所以它在前後動的幅度 不會太大 對 然後 例如外去抬手 肩膀本身 和肩膀分開 它便可以向外抬 但這部份 其實它有些撞 但這部件 本來的結構下 其實它是可以做一些拆件 這個才是拆出來玩 整隻手的重點 擺動向外90度 是沒有問題的 你看到我為什麼這樣拿著 我不是故意遮蓋 因為它很緊 我不拿著 我怕它飛出去 你看到手很緊 向外打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 肩膀本身 是它在三角肌上 從前後做了裝配 所以它可以做一些擺動 也是很緊 手部 這部份有個水平轉 我們先向外轉 然後手是可以這樣接 你看到這部份 它就好像有些擋住了 但其實不是的 因為它前臂可以水平轉 它預了一個缺口的部份 都可以令到你的手可以接上來 這部份是全部和你對好位置去處理的 手的活動就是一個波珠 所以可動上也非常方便 它的裝甲 看上去前臂的線條 漂亮得 我以為是沙沙比盾的形狀 非常漂亮 而且它本身又用了這個 默紅色和鮮紅色去撞 那種邪惡的感覺 真是彈出來 而且你會看到 其實它有些位置 用一些現代的演繹 會有些比較肌肉型的形狀 在手上 你會看到前臂是咬曲 或者前方是斜 類似人的手 其實你會看到是這樣的 有些以前的年代 可能會直畫 但它這部份的刻畫是很漂亮的 所以其實前致鏈在造型上是做得非常好 而來到其他部份 例如背 其實它是有背包的 這個可以向上打開 它是一個波頭加單軸 向上打開之後 而下面這個也可以向下打開 它也有做一些鋁打的部份 上面這一片是有些少許可動 它可以這樣動一下 去做一些補位 然後這個組件 本身是左右擺 上下擺 都可以的 全部都可以 我們時間回來 打開它 很漂亮 然後再看看腰部份 腰部份 其實跟宇宙騎士本身 之前是比較雷同 向前轉腰 前轉腰 後轉腰 手擋住了 腰部份很複雜 其實看到很多折 腰部做這麼複雜 其實是有個原因 其實上次宇宙騎士做的複雜程度 我個人覺得比這個更多 因為這個前面再拆多一件吸下去 這個就沒有了 但它也可以做同樣地很大的可動 側轉 側轉 側轉主要是靠下部份 至於怎樣說腰部份很複雜 其實我們去做一些水平轉的時候 你就明白了 因為它的底褲 本身這個位置的位置比較窄 如果它把腰部分了前後拍兩件 前後拍兩件是什麼意思呢 它兩個中軸是分開的 它轉的時候 就可以選擇 我用前面先轉了一部份可動給你 那它下面呢 我割外側這個不會撞我底褲 然後再扭下面 它才到 那你就可以搶多了一部份可動 這些是很細心才能想到的東西 其實都頗厲害 而且都頗黑人想 因為很麻煩 歸功於它自己去做一些外觀去做收割的時候 其實可以遇到很多部份去做這些的處理 但它也很合到好處 前部這裡 向後咬的時候 裡面是有一些鋁打去補件 而向前咬的時候 其實這裡也會有一件件去做補件 所以它動的時候 基本上腰部就沒有太大的穿崩 而且左右轉的時候 會看到它的腰部竟然是前後分件 所以它動的時候 一摺摺的那些 我稱之為鴿 是很漂亮的 動得 好像它人樣 有些人面 立即變成天然突破 我們看看腳的部份 後甲其實也有它的可動 它可以打開 之後就看看腳的部份 腳就外轉 你會覺得 就這樣 不是 腳也有想到的部分 可以拉出來 讓你再抬多一點 前裙甲 前裙甲是 不能動的 但也不用太擔心 如果不拉腳的情況下 我們做一個前抬的關節 向前抬的話 其實基本上就沒有太大的影響 我們少少張開 因為避開裙甲的部份 主要它下拉的應該是 用來做外轉的功能 一些腳的水平轉 也沒有太大的問題 其實每次上一次的宇宙騎士 我也是對於室的處理很震驚 因為 其實千夕連在對膝頭哥的要求 我經常都覺得很高 為什麼呢 因為膝頭哥 你做得好的 它只有一個膝頭哥 做得不好的 它會有兩個膝頭哥 你會在很多不同的玩具上看到 如何做得只有一個膝頭哥 而轉得漂亮的 是好功夫很漂亮的 我們現在來轉一下 它轉的時候 很緊張 後甲這裡會熟進去 有一個連動 轉的時候 前方這裡會一直拉起 我遮一遮黑色三底 整個膝頭哥拉低了 剛剛補回中間的位置 好可怕 你會看到整個膝頭哥 它轉出來的時候 只會看到一個膝頭哥 那這個處理的方法 是很困難的 它裡面 會做了很多不同的拆件去處理 我們再轉一次 上面大腿 它會把那個關節的活動縮得很小 然後 哇 多漂亮 它就全部收回去了 但是這個呢 這個的做法 因為它其實這隻的尺寸不算很大 可能是20CN左右 但是它能夠做到這件事 是很厲害的 完全對摺 對,因為很難做 而且它對摺得這麼漂亮 它的膝頭哥保持得很漂亮 也都在不同的角度下 所以每次看它們做膝頭哥都學到東西 但是這些對數很辛苦 要做這個膝頭哥 可能玩它一兩個禮拜 然後再在不斷的失敗中 再重新試過 很辛苦啊 因為我 高級開發員的心聲 不是低級 我們現在是經常嘗試做這些 但是其實千值年每次都 完成這些項目是很完美的 但是很辛苦很困難 所以每次看到這些都覺得很厲害 膝頭哥的部分 我很喜歡你的膝頭哥 我很喜歡你的膝頭哥 你最喜歡玩男人腳 最喜歡玩男人腳 一些腳掌的活動 其實坦白說 腳掌稍微我覺得有點鬆 因為剛才站的時候 大家都會看到它有時候會向前跌 因為它的腳碗很柔 它那個波珠的部分 亦都不能夠做得很大 所以它的摩擦力之下 它是比較弱一點的 所以它有給你地台 腳腕的部分 你會看到內外轉 其實可能的可動比較少 但是它有拔一下 它就會幫你增加腳腕的活動 但會不會鬆更加鬆 它鬆緊就不關我拉不拉事 因為你這樣看 你都會看到它的波珠很小 因為它的腳碗很柔 它又想保持所有東西在裡面的時候 其實它也很辛苦 其實想到這個地步 看回腳尖也有可動 其實這個很尖 它整個東西都很尖 不過是一個優點 是,OK的 我們現在站在這裡 你會看到 我們站在這裡之後 是要嘗試拿回重心的部分 這個時候 主體大概看完 我們很快速地上一家餐 它的肩膀真的是賣點鐘的賣點 對 肩膀呢 或者我拆這邊 其實肩膀呢 你看回說明書 不敢咬出來 你看回說明書的話 其實肩膀它教你一個拆的方法 或者它教你的方法 其實是 因為它上面有一個刀 這個刀 你翻進去的時候 其實它會有少許壓住 它說明書教你 向上推 噢 它向上推之後 你聽到卡的聲音 你可以抽它出來 不會磨花到黑色件 對 所以你翻進去的時候 記得都是傾上 把它放進去 對回這個位置之後 才卡回那裡 那麼這件呢 打開了之後 其實它這裡有一個爪 那麼爪呢 就可以拉出來 咦 只是拉了手指 哈哈哈哈 爪呢 就可以這樣 可以這樣把它拉出來 那麼它又可以舉起手指 就是中間一隻 那麼你也可以嘗試把它放進去 這也是它的其中一個造型 那麼另一個狀態呢 就是說 你可以把它放在手臂那裡 那麼這裡呢 那這裡呢 是一個筍位 那麼我手臂呢 也有一個洞在這裡 那你可以把它直接插進去 噢 噢 那蓋回來之後呢 你會看到這裡有隻 細細的爪 我看不到自己在做什麼 對 這裡有一隻細細的爪 然後呢 你也可以把爪吸回去 之後會發生什麼事呢 那它有個配件 就是有個類似刺 那樣的東西 那你就可以把它插回到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武裝的狀態 那麼我們與此同時 就馬上把另一隻手處理 那種邪惡的感覺 真的飆了出來 即是長手的一個敵人 你覺得邪惡感是厲害很多 所以某些例如 霸霸托士 狼狼 會特意把手的比例拉長之後 那個邪惡感 還可以加工具 可怕就可怕 對 德國靠你擺姿勢 那我就在這個時候 就嘗試看另一隻手 嘩你裝了 對呀 時間關係 好了 那就是一個雙頭的劍 同意 就是跟Tagaman一樣 是一個雙頭的劍 它本身也是自己裝的 有中間的柄 插回去 那你會見到它整個 就跟回它本身的造型 而且甚至乎 頭是有一個缺口的 令它邪惡的感覺更加出來 有名叫EVO 另外一個呢 是一個旋風式的劍 它就順著的方向 就是這樣轉的 它這個也是 它會給你中間十字的件 這些每一件 都是要你自己去拆下去 它也有配上一隻 是專家這件的手型 它就會撐得比較開一點 有位師兄說 骨貓出的模型是非常出色的 沒錯 骨貓出的模型是非常出色的 對 但是呢 若然你有玩過上手的時候 你會發覺它的可動是非常之差 甚至乎 腰基本上是不太能動的 所以玩造型 就 追求造型的玩骨貓 我覺得是完全沒問題的 如果想拿來玩的 這個都沒得走 是時候看馬尾姿勢 就完成了 對 對 因為還有很多話還沒說 對不起 嘩 這個手指在正中間 對 為什麼會這樣 很適合你 對 沒有說話說 這個好像現在賣1,300 我忘記了 我真的忘記價錢 你說去看實物才選擇去買 這個就是實物 不過 最後一句就是 我已經忘記了我想說什麼了 這款是挺高質素的 對 它的造型上是挺滿分的 好 給大家看看 加油 稍後見 好了 這款很棒 很棒 很棒 謝謝 謝謝